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超級星期二 大家記得留意 今晚將會有直播節目 Tony告訴我 原來他公佈是8時 因為7時太早 所以大家留意 是8時 應該是8時 我們會開始直播 不是7時 大家記得留意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 揭露一件事 叫做煽動移民 這件事 就是違反 中共 違反港共的政策 我們這些黃媒當然是會煽動移民 不用說了 我待會就會做移民攻略 我們是擺明居馬 叫人離開的 因為 這是香港人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藍媒 你又走去煽動藍絲離開 這個就有問題了 這件事是違反國家政策 公然煽動 別人憎恨香港政府 於是就帶錢離開 這件事絕對的做法 就是會得罪北京 所以我們這一節就跟大家踢爆這個藍媒 不斷叫人移民 說 飛去萬城的航班 恢復了 有幾百人 在機場 灑淚 有一些 港媽 就說為了子女要離開這裏 那是甚麼意思 你這樣說法就是香港很差 根據鄧炳強的說法 這些做法 就是煽動香港市民 煽動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 以及香港這個地方受恨 絕對涉嫌乾煩就是國安法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 以下的方式支持我們 付費最少有三種方式 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開個朋友 我們希望你繼續 訂閱Patreon 因為Patreon 抽水 其實沒有YouTube那麼嚴重 YouTube是比較嚴重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沒有其他方法 你就用回YouTube 包括 會員頻道 還有直播節目 例如今晚的時候 叫交月費 我們 告訴大家 我們真的 Patreon 因為YouTube 吃水實在太深了 所以大家就留意了 我們 沒有人在 直播交月費也不要緊的 我們一樣 跟大家在聊天 千萬不要覺得要在這裡交月費 我們才跟你 跟Check room說話 好 這個是付費方式 所以記得選一項做就行了 我們不是要重複你去不斷 付費 但是要重複那件事就叫做免費模式 免費模式 不需要銀錢 所以你可以不斷 重複 無限重複 這個就是 無限的大法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打開節目 播放欣賞 由朝欣賞到晚 無限的大法 手動點擊 這個很重要 所以多說幾次 這個依然是我們最重要的 營運模式 我們不喜歡收錢 是說真的 不是不喜歡有收入 這是另一件事 因為台上要營運 不喜歡向大家收錢 大家就是 聽眾 以及 主持人的關係 不是客戶以及 服務提供者的關係 關係會更加良好 其實 我昨天另一節也說過為甚麼 我們真的不喜歡向觀眾收錢 我們從來 甚至乎提供 大量的資訊給觀眾 還要提供 移民 的一些資訊和經驗分享 我今天也會再開一節 跟大家再說 為甚麼是這樣呢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經營方針 這個是時代革命裏面應該 應有的價值觀 不是周圍賣人拿錢 這個其實我們也很堅持 還有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按閃電鍵 還未安裝的朋友 誠意邀請你加入 對你是沒有成本的 如果你根本從來都沒有安裝 那就是 勸你加入 因為掘礦 你可以試一下 也可以試一下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其實也不是真的那麼複雜 只要你學會了 其實方法 就不是那麼複雜 你還可以學習什麼叫電子錢包 所以你如果從來沒有接觸過 鼓勵 你就接觸 因為 不是很複雜 我們也會慢慢跟大家說 為甚麼一直都還沒說呢 因為現在除了掘礦沒有其他東西做 你開銀包也沒有用 因為其實他還未正式開始給你交易 所以你開銀包也沒有用 所以你不用擔心 到他能夠交易的時候 我一定會跟你說的 你放心 所以 趁現在還有得掘礦的時候 還有得免費掘礦的時候 請大家 你沒有試過 甚麼叫加密貨幣 你可以試一下 因為這個是完全免費 我們才會推介給大家 任何東西要付費 或者要你花很多錢的東西 我們也不會叫你做的 這個文章 讓大家猜一下 其實也不用猜了 我們把圖已經 做徒手很厲害地畫出來了 這個文章叫做 往萬成航班 恢復了 復非 數百人 在機場 淚灑機場 港巴 說 為子女教育要離開 甚麼意思呀 即是香港有問題啦 香港有問題不要緊 但是你作為一個藍媒 怎麼能夠隨隨片片都揭露的呢 你現在是否煽動香港人移民呢 煽動藍絲離開呢 裡面的內容是如此 由香港前往 曼徹斯特曼城的航班 將會在星期二十九日 恢復 星期一 十八日的晚上機場 已經 充值著大片的 市民要離開 裡面 裡面呢 有一個 離別的氣氛 原來有大量的香港人 就是跟親友 一起就在入境大堂 很多人 就是依依不捨 流下眼淚 不過今天呢 其實今天的移民 跟幾十年之前的移民 都很不相似 現在因為科技真的發達 你以前打過ID的電話 非常昂貴 移民到外國的親戚 跟你好像 永遠與世隔絕一樣 今天多得這個互聯網的科技 不單止你可以用WhatsApp Signal等等 可以通話 甚至乎還可以時訊通話 今天 大家的距離其實真的不是那麼遠 尤其是 我們最感受到的 就是香港 尤其是如果你的心 在香港的話 其實你去了 其他地方 你一樣 你好像活在香港 其實 我們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這裡有很多香港人 都是這樣的情況 一方面 你有 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 你融入 當地 一定要的 因為那個是新的地方 你要學習 另一方面 你絕大多數的資訊 關心的新聞 全部都跟香港有關 你身邊的朋友 除了少量是外國人 絕大多數 還是保持著香港人 是你的朋友 我們是因為 大家有共同的價值 共同的文化 所以就走在一起 其實完全沒有排他性 也沒有因此而令你很不融入 香港人經歷了2019年 是完全不相同 如果有人告訴你 不是這樣 叫你 不准 跟香港人見面 要多說一些英文 要融入 只是跟外國人溝通 這些人是有問題的 這些人會想你忘記自己的身份 忘記你的文化 繼續說回報道 報道裏面說到香港人說得明 因為教育制度 使得子女和家長帶來沉重的壓力 於是 期望 去到英國有一個 愉快健康的地方讓子女成長 不介意 要在陌生的地方 重新開始 他就說 曼城那裏就會有廣東話和普通話的人 就是不和諧 不用說了 說普通話那些 絕大多數就叫做小粉紅 你跟他有甚麼好說 你跟他會和諧的 也沒有可能 就算你是藍絲也不會和諧 本來香港的藍絲 就不會跟普通話的人和諧 最歧視大陸人的本來就是香港的藍絲 除了做他們的生意之外 做他們的生意 都是當他們是韭菜的割 你以為你真的在做生意嗎 是嗎 藥房賣假藥 錄人信用卡 甚麼壞事都做盡 還好意思說自己 擁抱中國 這個報導方式 為甚麼我們覺得有問題呢 就是你擺明居馬 借一些耳子叫藍絲離開 說香港教育制度有問題 氣氛沉重之類 但是你的報導手法就是 你的agenda 彷彿就是告訴全香港人 包括那些藍絲 就是 為了教育就應該要離開 不是關於黃藍的問題 你嘗試把移民那件事就是淡化 這件事 其實對香港來說不是壞事 現在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幾份藍煤 一份方向 一份數目字 兩份東西不停叫人移民 好像 他們好像鬥爭失敗 之後叫藍絲移民 所以再一次告訴大家 要留意那個時間 留意那個 所謂封關的情況 再說一次 封關 不是李家超走出來跟你說 我現在封閉邊境 他一定不會笨到這樣的 如果他真的是人頭豬腦 那就沒辦法 但是正常來說 他說要封關 他要實行封關 他一定嘴巴跟你說我沒有封的 跟封城 就是差不多 封城 就是實際上封鎖 然後跟你說 局部解封 據說現在香港機場的航班 是少得可憐的 好像整個香港 那個航空是完全 癱瘓一樣 好了 我們這一節 不詳細跟大家說 移民攻略 因為我們稍後會在另一節 詳細去說 詳細去討論一下 或者不要叫移民 或者叫重新開始 到底有甚麼感受 有甚麼經驗可以分享 我會跟大家 做個攻略 為甚麼這麼窩心呢 可能會益了藍絲 可能 我也不肯定 不要緊 因為我們現在 就是覺得應該 就是抽空香港 你共產黨 要這樣衝攻上海 和香港 我們沒有理由 眼白白 放下錢給你衝攻 沒理由益你 所以 要滅共 一定要主張資金抽離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會不斷介紹移民 直至藍絲也知道那些資訊 然後 就掌握了移民為止 不是跟你說笑的 我們當成是一個戰略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好 Arrived 我來自於是 正面說了 我們會放下 我們會先放下